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下前方鏡頭 那高屏文化是可以說是我們六港雜旗 這個高屏業一個興盛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個高屏業 可以雜旗在我們六港成為一個地方 經濟的產業 因為六港雜旗有過高 來往做生意非常多 也可以說我們來到六港 不吃到不吃晚 為了進我們入港 這個地主之宜 交代我們最好的客人來講生意 所以用這個高屏來請我們做生意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這個產業能夠呈現在我們活動裡面 還有這個星空電影院 星空電影院是一個親子的活動 跟我們小朋友最愛看電影 透過家長帶著小朋友來到戶外 來做這個星空電影院 那前兩百位入住的 可以說有這個金銘的小禮品 可以用這個爆米花 能夠看著電影 還有品嘗的這個爆米花 好像小時候在戶外 來看電影的這種感覺 還有我們這個阿長的這個爆米花 早期我們六港很多廟口 這個文化 都家長帶小朋友來到這個廟口 來看這個金工戲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爆米花 那經過這個場景的一個表演 還有很多的口白 可以說幾年讓大家的大小孩 要笑 那歡迎所有全國的好朋友 能夠10月7號8號 這個雙十的一個連假 來到我們六港參與 六港世界王秋收活動 我們帶錢 走到山來 還有一堆動物 來搶食 所以放這支鐵石 釣到地板 來接一接賣 對 再來就說 這裡有這個虧視 虧視就是要有新娘 要帶出鏡 後來已經要來生家了 來整個家庭 感謝這個養育 把這個扇子出去 然後我要來搶食你的家庭 是 還有這個 兄 跟這個烘龍 聽我們緊張說完 他要盡到那個 外面了對不對 那後來 我們六港的一堆傳統 這十二世 我們知道 帶錢也要十二世 對 還有麵壁 麵壁 麵壁 過期 如果這 大壁說要帶錢 尚 魯芳最主張在壁 我如果說在壁 因為這代表南方 你要來帶新娘 對我們這個烘龍 有到一個經典部 人家說 看旁邊就知道 這個 南方的南方這邊 對烘龍這邊 他們對我們的理解 到我們挺多 所以旁邊做出這個代表 就是這個 南方對烘龍的主張 也可以說 我們這個烘龍 可以說一陣頭 給我們的親生好朋友 我們家一家 要不要燒 until their dea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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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對 對